大家好 我是老肖 各位有沒有很好奇 就是我們車內的一些改裝品 它都會特別貴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通常我們車子如果放在室外 在擋風玻璃之下 就光是這一塊 它的這個熱度就非常的高 基本上我們車用的東西 它要能夠耐120-130的溫度 非常的耐熱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在太陽直射底下 在這一塊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說我們通常下車之後 有很多的東西是不能夠放在車上的 你只要放在車上 它就有不管是點燃 或者是爆炸的危險 甚至你車子在開 這一塊也有很多東西是不能放的 那麼老肖今天來跟各位舉例 有哪些東西 第一個我們最常在 我們有些人會抽煙嘛 打火機絕對不能放 其實這種打火機是非常易燃的 你只要放在這個位置 在太陽底下一直曬它會爆炸 那有的人說我放在這個車門邊 老肖還是建議不要 如果當我們車子溫度 到達一定的溫度的時候 它還是有機率會讓氣體膨脹 然後爆炸的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很多人會把眼鏡 尤其是老壞眼鏡 你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是會有一個聚焦的效果 聚焦效果以後呢 它就會把光線用在一個點上面 它可能會燒起來的 所以眼鏡也是不能夠放的 手機或者是電池 行動電源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去YouTube看一些影片 有的人他就把手機跟電池 就放在大概這個位置 他還在開車 他自己就燃燒起來了過熱 所以像這種東西 都是不宜放在車上的 就是我們下車一定要把它拿走 這個是古龍水嘛 但是有些芳香劑 尤其是芳香劑 你盡量要放在太陽 無法直射的地方 因為這個其實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有些人呢 在自己車子 他會買一些蠟或什麼 可以噴的 噴霧狀有沒有 只要是壓縮的 它的液體壓縮的 像這種東西 你都不宜放在車上 尤其像這個WD40 它是車輛潤滑在用的 有些人會放在車上 不管是放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後車廂 都有因為過熱 讓它氣體膨脹爆炸的這個疑慮 這要非常的小心 那麼老蕭不建議 這些東西放在車上 各位你可能也沒有想過 礦泉水 像這個礦泉水呢 它還有一些 皺褶的一個形狀有沒有 可是有的礦泉水 它是整個平的 你放在這邊的時候 太陽直射 它會有一個凸透鏡的效果 它這邊會聚焦 它有可能會燃燒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老蕭也不建議放在車上 其實就是一個重點啦 車內的溫度 當你沒有開冷氣沒有行駛 你在太陽直射之下 其實車內的溫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老蕭建議你下車的時候 就直接帶下去 以免在無意間 我們發生了它就自然的現象 這是很危險的 最後也要提醒大家 小朋友還有寵物 千萬不要讓它單獨在車上 因為它們會悶死 這樣子大家了解了嗎 今宵開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